大家好,我是北海道旅婿Jerry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北海道道東的王總 如果有來過北海道的人應該都知道 大約在1月到3月的時候 那這個流冰就從北方流到二貨刺客海海邊 那就造就了這邊有非常多的破冰船的旅遊 那今年流冰的狀況非常的好 一月底這些流冰已經從北方飄到了二貨刺客海 那我現在就要去坐破冰船了 期待我之後的旅行吧 GO 你來到這邊櫃檯就可以買這個破冰船的船票 那航行的時間大約一小時 那每天有蠻多時間的 那大人是3500塊日幣 小學生是1750塊日幣 前面這一艘就是我今天要乘坐的破冰船 那破冰船的內部長這個樣子喔 這邊有一些優先席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在賣肉包賣咖啡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咖啡浪子 然後這邊是一樓的自由洗 都是沙發還看起來蠻舒適的 然後這邊是二樓特別喜要加400塊日幣 那邊會比較好 我都在看流冰喔 最後呢 那天還呢 在這裡 好 有夠的 快一點 来,要准备撞到流冰了,要开始破冰了 来,开始破冰了,开始在撞了,大家都听到个声音 各位卫兵,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流冰区 进入流冰区时,行速度可能会突然减慢 全身也可能有摇晃或倾斜的情节发生 请务必留意自身安全 上下楼梯或行走时,请使用扶手并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今天的流冰状况真的非常的好 你看整个二货四个海全都是满满的流冰 这个大自然真的太奇妙了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 一望无际的流冰 我镜头拉过去给大家看一下,真的看不到镜头 是不是,看不到镜头 然后这个船是有特别设计来破冰的 你看到,前面让它破冰了 感谢观看 能不能和你预付 感谢观看 能不能和你预付 看得上 那么 、我多考虑 炒 我 渔 我 又 明 大家看一下喔,近距離這艘船在破冰了 哇,你看船都擠壓這個流冰 然後有發出一個砰砰砰的聲音 哇,你看這個流冰就擠壓到了 這個一小時破冰船的旅程非常推薦大家來體驗喔 那這一小時真的讓我非常的驚豔 然後看到這整片的流冰真的是讓我永生難忘 大家來北海道一定要來做喔 我中午就吃這個石鍋這個烏米還有火打爹的飯 然後只要700塊日幣敷一個味噌湯 我們等一下要吃一吃 等一下要繼續下一個行程要去看一個冰鋪喔 那我現在開始我今天第二個行程喔 那要穿上Snow Shoes 那我們要走到二貨吃克海那邊要看一個冰鋪喔 然後據這個導遊說啦,那有機會可以摸到這個流冰喔 那我們就出發吧 那我們現在要穿過這一片森林 去看那個冰鋪喔 然後我們進到森林之後 就要穿這個雪鞋喔 那我們就是跟著 向島走過的路前行 那昨天 王守這邊下了個大雪 所以今天的雪非常的深喔 那我們現在直接要走過去那個瀑布 因為現在太陽跑出來 趕快去看那個瀑布會非常漂亮喔 那差不多走10到20分鐘 如果參加這個正常的導覽 他會就是介紹一下這個森林啊 然後看到一些野生動物的主因 他就會詳細的介紹 大概花30分鐘 那我們直接要過去看瀑布了 在這個森林裡有很多獄子 這些獄子 他們都來產生物 這些獄子 所以賊成物 而且江戰神 看這個森林 在這裡 雪和木之外 也沒有 所以 他們會先享受著 木的馬蝦 譬如 如果有馬蝦 馬蝦 然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二貨刺客海了 然後整個行走蠻簡單的 然後這個導遊呢 在這個疫情之前啊也接待過非常多的台灣旅客 那他會講英文 所以台灣旅客來的話 會英文的話就可以找他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就是 下雪的森林的樣子 整個森林都被白雪覆蓋然後這些樹木 樹葉都掉光光了 然後我從這邊已經可以聽到 海浪的聲音了 正前方這邊 全都是流冰 那現在我們來到這個這趟旅程最難的部分 左邊是懸崖 然後這條路就變得非常小條 導遊叫我們慢慢走 掉下去可就不得了啦 你看我要走在這麼窄的這個 雪壁旁邊我還要攝影 然後那個雪杖我都沒有拿因為我要 我要攝影 賣命演出啊 左前方都白白了 被樹林擋住了全部都是流冰 一望無際 一整天都在看流冰 一整天都在看流冰 好美喔 這整天都在看流冰 這整片就是惡禍吃克海 然後導遊剛剛在用那一塊是不是石頭都是流冰 流冰被打上岸的 正前方全部都是流冰 這邊當地人叫它做金魚瀑布 這整天都在看流冰 這個滴是每年形成為 每年形成為 已經變形成為風和風的 表面是凍上的 但是中間的水流 還會不然寒冷 這會更加漸漸 再增加進去 增加進去 增加進去 也會更加增加 像是屋子 然後在我正前方就是 別冰的瀑布喔 這個看起來體積也蠻大的 然後那個冰的結晶啊 很像冰柱 很多冰柱組成的 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 冰鋪了 好感動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個冰鋪 好美喔 我們現在要走近一點 去看那個冰鋪 讓我們近距離的走到這個冰鋪旁邊了 我再走近一點派給大家看一下 我走近用手摸一下 好特別喔 表面摸起來蠻光滑的 真的是上帝的傑作 那邊的冰鋪呈現有點綠色的結晶的感覺 這個 有密集恐懼這種可能不敢看 滴下來的時候結冰了 這個冰鋪有兩層 這邊是下面那一層 上面還有一層 上面還有一層 現在導遊在幫我們準備 流冰咖啡啊 你看在這個 流冰旁邊喝咖啡 多浪漫 多愜意 拍一下這個流冰海浪 浪越來越大了 然後正全康這邊是 知床半島 這個山比較高 不知道什麼山 是不是羅舊月呢 那我們導遊很好 幫我們準備了 流冰咖啡啊 喝完這個暖心的咖啡都不覺得能 然後搭配這個流冰啊 真的非常棒的體驗 然後我之後我會開始寫部落格 那主要就是我們公司的部落格 那你們會開始借到 北海道甚至日本所有的旅遊資訊 因為我覺得拍影片 資訊量如果太大 大家看不下去 但是 就是資訊量太少 很多粉絲啊 都有私訊我啊 這裡怎麼去啊 這個時間怎麼樣啊 所以我覺得 為了幫助大家更容易的旅遊呢 所以我就決定開了個部落格 會把一些更詳細的旅遊資訊 放在部落格裡面 那這幾天呢 北海道這個 光光的一些 旅遊資訊 我都會寫在部落格裡面 大家就拭目以待喔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 跟這個流冰咖啡乾杯 掰掰